分享的是我在中國媒體實習的經驗 那大家看這個照片可以猜得出來是哪個名字 如果猜得出來也是哪個名字 北京電視台 我那時候是透過我們學校的研究計畫 然後到北京電視台實習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就是 我一開始會先講一下我對哪裡 聽他犯了 Sorry OK好 對然後先講一下我這個人在幹嘛好了 就我大學是念外文的嗎 然後就是可是我非常就是獨物正義 因為像我的系上其實是就是在念很多文學的東西 但是我就是我比較喜歡走出去 然後跟別人交流這樣 所以我大學學了很多語音 就是就包括學泰文這樣 然後就是我最好的泰國朋友 然後那個這邊第一章是我之前就是 跳到印度的文學裡面去 對然後那時候我到印度的時候 我就是去跳文學 然後我也成功了這樣子 然後對然後這個是在內蒙國沙漠 然後反正我大學就是最特別的一次經歷 就是到北京電視台去實習 然後我現在在做的工作 其實我還有另外一份工作 我有很多份工作 然後我現在做的是社族經歷 就是少年 對然後我九月的話要去念傳播學 對然後就是大家一開始 我要去北京實習的時候 我想說應該是像那種皮莫沖那樣子 然後有些記者就很正義 就是正義凜然那樣子 然後到處去採訪什麼的 對然後我朋友說 蛤你要去中國實習喔 因為媒體不是都有很多控制這樣子嗎 應該這邊是說群眾其營遊這樣上漲這樣子 就是大家覺得我應該會是這樣的人 然後然後我爸爸是覺得說 你是要去反攻大陸之類的嗎 就是為什麼去他的媒體實習 然後我 但是我其實做的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半夜十二點還在剪片子這樣子 對就其實還跟我想還蠻不一樣 不過這也蠻有意思的 然後就慢慢跟你們分享 對然後我就先大概講解一下 就是中國的媒體制度 就是他的電視台就是大家最常知道就是央視嘛 然後還有很多地方電視台 比如說北京電視台 比如說湖南電視台 就是下面的報紙是哪個節目嘛 對然後還有鳳凰衛其實是香港 不過當然就是他背後也是有 中國大陸的政府控制這樣 對然後報章雜誌的話 就除了國家級的就是像環球時報 然後地方級的就比較尊敬的一個是新京報 就是他們除了說在報紙的那種 就是平常的那種報紙的版區 因為他們在新媒體部分也做得這樣好 然後香港的話就是也是東方日報 那可是如果說能在中國大陸出版的話 那就是一定就是還有一部分的控制這樣子 然後廣播的話就有國家級跟地方級 然後還有通訊社 比如說新華社人民日報 還有文匯報是香港的 對好然後我們進去了之後 就我進去的第一天呢 然後領導就把我叫過來說 嗯你是台灣來了嗎 那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事情 我們還是就知道是好意要講這樣子 就是就是會盡量避免去談政治 但是其實一切都跟政治很有關係 像比如說我那時候 我們學校的老師來 幫我們實習單位 看我們的就是實習狀況 然後我的領導就全部都來囉 然後就很開心就跟老師 就這麼面對面做一談 然後他說嗯 我們非常歡迎中國台灣同學來這邊實習 然後我想中國台灣就是覺得好像 有一種被吃豆腐的感覺這樣 可是你在人家的單位 你也不能說什麼 就是嗯 就可能我們到那邊會比較 不習慣他們這樣的說法 不過我現在就覺得就是 當然除了那個之外 還有很多可以教的吧 只是說在政治的部分就是 真的是比較敏感這樣子 然後每週我們每個週一 都有一個思想會議 那思想會議就是領導他們會就是 北京電視台的領導會開一個會 然後會告訴我們說 這週有什麼新聞然後什麼新聞不要爆 什麼新聞要用新華社的說法 什麼新聞要淡出之類的 那其實我們那個節目跟就是新聞部分 其實沒有什麼很大的關係 但是就每週都還是要開思想會議 那實習生的話 其實像台灣很多實習生都是要公開徵選 可是他們因為他電視台是黨媒的關係 所以他實習生其實都是就是灌縮進來的 就每一個都是灌縮進來的 就然後還有他們也有一定的審查制度 那我等一下會說 然後可是雖然說 北京電視台有這樣種種的限制 可是我覺得也是因為說 北京電視台他其實在地方 還是一個非常有公信力的電視台 所以我才有機會接觸 就是北京很吸引澀澀的人群這樣子 然後像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採訪 就是他們是雙胞胎 我們這邊也對雙胞胎 然後雙胞胎呢 他們嫁給雙胞胎 對很酷吧 而且是姊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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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所以希望你們也可以跟他找到一雙胞胎 然後我們會去採訪你們這樣 然後 然後 對然後 然後 拜託一定要這樣 然後 對然後還有這個的話 這個也是蠻震撼的一次採訪 他就是 那個是一個六十幾歲的老太太這樣子 然後 他六十幾歲失去他的女兒 因為他女兒在那個SARS中過世了 然後他失去他的女兒 可是他就是非常 還是非常想要一個女兒 所以他就是 他雖然家裡很貧窮 可是他要去做試管嬰兒 然後他就在六十幾歲的時候 生下一對雙胞胎 六十幾歲 對 然後 而且他是北京最高的一個產婦 但是他家裡住的地方非常貧窮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看他在家裡 他家裡大概就只有 就是 從那個門這邊 然後到這邊 大概就是 這樣的範圍這麼大 然後就包括廁所 包括廚房 包括床部 就是一個非常小的空間 然後 他們一家三口 就在一邊生活 而且他的先生 還就是得了腦中空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 也是一個蠻震撼的一個採訪經驗 然後這個話其實也蠻有趣的 就是 我不知道講 船會變得像什麼阿帕契事件之類 可是其實 就是那時候他們 因為覺得說 在那邊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是他們的一部分 所以他們其實 讓就是去那種軍方的基地 他們其實大家會 軍方部分會有一些畢位 可是其實他們是 就是那個媒體組織 他們是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就是我去 他們解放軍的軍權基地去採訪這樣子 然後也是一個蠻有趣的經驗 就是跟 就是採訪之前 我們要先跟解放軍就是喝 喝一喜酒 對 然後喝完酒以後就 嗯好可以來辦正事了 對 然後我覺得 也是蠻有趣的經驗這樣子 對 可是 其實雖然說 嗯 大家就是聽到中國媒體 就覺得說 好像有沒有很多控制嘛 可是其實他們 就是 看似 控制下面其實還是有很多多元部分 像 我在做的這個節目 其實雖然說他們得到 就是大部分的黨媒 都是受政府捕捉嘛 可是但是 他們也試著想要走 就是 走出一些商業模式 然後可以 靠收視率什麼的 然後去賺錢這樣子 然後 那其實像那些基層的 就是跟我工作的一些基層尖導 然後他們薪水也是蠻低的 像 他們的話好像一個月 能夠拿到 他們已經做了那種18年那樣子 可是一個月能夠拿到5萬的話 就會不錯 那是人民幣還滿 台幣 對 就是他們的原因大概 呃 做70 對 對 他們能拿到1萬 就不錯了這樣子 對 然後 其實他們就是很多媒體都 媒體人都還蠻想在轉行的 就可能不做公關 會覺得比較好轉一點 可是 其實 就他們還是對新聞有一些理想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 能在那個體制下 繼續堅持下去 他們其實也是很不容易的 然後所以他們真的是 有很能去能去的堅強任性 就比如說 我們有一次在做一個節目 是在做帶著寵物去舉行 然後那個節目播出了以後呢 然後那些便 就是啟動的便當 就是做那個節目的便當 就得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 你以後要少做這個類型的節目 然後他會覺得 其實做帶寵物是有什麼問題嗎 有什麼政治敏感嗎 也沒有啊 可是他是說 就會就是 會讓人家有那種高 就是影響那種高消費的嫌疑 所以他會覺得說 就是帶著寵物去舉行 是一個很高消費的活動 然後 要禁止去宣傳這種事情 對 就是可能 很多事情就是要看他們很多 就是審查的老師的意見 然後 其實有時候還蠻莫名其妙 可是他們就是要學著去適應 這樣的體制 對 然後其實像 我覺得像他們 中國媒體的未來的話 他們現在非常低級的 在發展新媒體 然後如果說可能跟 就是中國有朋友的話 大家應該都有在用微信 然後微信的話 上面其實很多的新媒體 就很多媒體都有在發展 他們新媒體 然後當然就是 就是 習近平他也有就是說 欸這樣好像在做什麼政治宣傳 反正習近平他也有說就是 就是接下來會就是更整合很多媒體集團 然後希望能讓中國就是在國際上 一直有那個媒體的話語權這樣 然後可是 嗯 我最後就用這張照片來做總結好了 這張是在我辦公室拍到的照片 然後就是 就是北京人日落 然後我就覺得說 雖然說台灣的媒體 大家都覺得說好像真的還蠻沉淪的啊 然後說什麼就是都亂報一些東西啊 可是我覺得就是 就是只要說還是有良知的人在 就像是一道光 對 然後能在 就是有良知 只要還有有良知的人在 就還是可以照亮黑暗這樣 所以就希望大家不管是 嗯 就是對媒體有沒有興趣 都可以一起共勉這樣子 嗯 然後就歡迎提問 對 那我們謝謝依蓮 謝謝 有問題來問題嗎 這邊來問題 YES 那我看像台灣 剛剛那個國際新聞很少 那你不知道是可以接受 嗯 等一下 台灣國際新聞很少 然後內地的國際新聞多不多 很多 非常多 那這點其實我也有特別研究過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 就尤其是像央視吧 像鳳凰衛視 他們就國際新聞是有一定的 對 可是 對啊 是有一定的 可是因為他們也不能 對 對對對 然後其實台灣的話 我記得你有去採訪過電視台 然後你有問過 他們那邊主播就是這樣相關的問題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因為沒有人來看 就是 就是 就是現實都是 在國際新聞的時候 收益率很差 所以 然後台灣的話 是因為有商業的 商業利潤的壓力 那 因為像 中國的話 他們就 就是沒有那種壓力 他們就是 反正就是 政府支持的 這個機構的話 其實就 國際新聞的 只要沒有太大 收集的壓力 對 還有小問題嗎 在 好 信龍嗎 好 那個我想要提的 就是 你說政治嘛 今天我們不會談 但是 必須實際的 還是會 你越來感受到 或是你越來越好 實際感受到 那你的適應 其實是怎麼度過的 其實 因為我在台灣 我就有跟滿多 陸生交流 然後 就 我真的有參加 王丹梅跟中國上 活動 然後 對 他那邊就是有很多 就是陸生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就是跟陸生交流通 然後就 比較能適應他們 對政治的先知 就是 除非是跟他們很熟 或是說 一些思想比較 比較不一樣的人 他們可以接受的話 就一般的話 我會知道 跟他們講話的一些 就比如說 你不可能就說 欸你們中國怎樣怎樣 他們就會 就會瞬間就是 活力之心這樣子 就 對 就會比較脆弱 所以我覺得就是 如果我在這邊的話 我還是會覺得說 嗯 就是不太一樣 所以 不過在那邊的話 我覺得是 就是真的 台灣跟中國的相處 就是 就是整個環境感覺 都是 不同的國家這樣子 我覺得 不知道其他在 就是中國中國的經驗 就是這樣 對 沒關係 那我們就先謝謝怡人 然後等一下還有時間 可以 感謝怡人 謝謝 謝謝 謝謝